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来探讨一项令人兴奋的太空技术 26天飞到火星,你敢想象吗? 马斯克要哭晕在马桶上了 因为他正在打造的星舰 也需要半年多的时间才能飞到火星 但现在烧了30多亿美元都还没有上天 这项技术就是超酷悬的 革命性的全碳气氧胶 超材料太阳帆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太阳帆的基本原理 太阳帆不像传统的火箭一样使用燃料 它利用太阳光的光子来提供推进力 这就像你在太空中放风筝一样 只不过这个风筝不是纸做的 而是高科技材料,全碳气凝胶 这种神奇的材料不是普通的气凝胶 而是一种轻量级的超材料 密度只有每立方米0.18千克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空气的密度是1.225公斤每立方米 比它还重7倍 它只比最轻的氢气重1倍 而传统的太阳帆材料 如金属化的锯质薄膜 密度比它大了整整4个数量级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为什么全碳气氧胶 能如此神奇的推动太阳帆呢? 原因很简单 它轻巧和出色的机械性能 使得太阳帆在太空中能够以惊人的速度飞行 我很想找个形容词来形容它 然后我就想到了 生轻如燕 但马上就后悔了 这不是在侮辱它吗? 这项研究来自德国德内斯顿理工大学 和马克思普兰克太阳系研究所 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拟实验 模拟的太阳帆飞船质量最大为1000克 其中720克式气凝胶 展开后面积高达104平方米 那么这些太阳帆到底有多厉害呢? 咱们看看它的模拟结果吧 对于前往火星的旅程 研究人员使用了两种不同的飞行轨迹 一种是直接向外转移法 简单来说 就是太阳帆在地球的极地轨道展开出发 就像你撑着一把巨闪 阳光送你启程 一路风驰电车奔赴火星 这个方法的惊人之处在于 太阳帆飞船仅需要26天就能抵达火星 速度之快令人折舌 相比之下 向内转移法则需要126天才能到达火星 这是因为需要先将太阳帆飞船 用传统火箭发射到距离太阳0.6个天文单位处 然后太阳帆展开飞向火星 光这段时间就需要103天 但这种方法可以把太阳帆加速到更快的速度 因为它离太阳更近嘛 而如果我们想要更近一步 前往星际空间 比如在两个旅行者号飞船 已经飞出的这个日球成岭 向外转移法需要5.3年 向内转移法则只需要4.2年 这是因为啊 虽然向内转移法需要多花103天的时间 先抵达距太阳0.6个天文单位处 但这就像航母上的战斗机电磁弹射 狂暴的太阳风已经吹得它卯足的劲儿 只需300天就能达到最大的速度 可以更快的到达日球成岭 而向外转移法则需要2年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神奇的全碳气凝胶超材料 就像我们小时候梦想中的魔法飞毯一样 气凝胶让太阳翻能够在宇宙中翱翔 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所以说啊材料真的能够改变世界 也可以改变太空探索的未来 不过这项技术啊更准确的来说 还停留在PPT上 这项研究只是一个模拟 并且如何把这种气凝胶做成太阳翻 并部署到太空还是一个难题 然后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初期可能也只能把极小的载货 比如迷你相机之类的 送到火星土星木星等地 科学探测的能力可能极为有限 当然这种技术的优势 就是一旦突破就可以大量生产 并且很容易就部署到轨道上 可以像风群一样飞到火星等目的地 甚至遍布太阳系的每一个角落 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对整个太阳系进行监测 那时候太阳系的嘎拉角落 发生什么大事小事 就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了 目前美国宇航局NASA 以计划在2025年2月发射太阳巡洋舰 使用太阳翻飞船来研究太阳 太阳翻技术的崭新前景 将为未来的太空探索 开辟新的可能性 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太阳翻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是不是让你兴奋不已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 还有就是要记得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太阳翻带来的惊喜吧